中国准备对疫情初期武汉血库的 20万份血液样品研究检测 有希望解开病毒起源之谜吗 另外新冠疫情给城市带来巨大冲击 如何增强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能力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对待国际溯源调查一直消极抵制 至今病毒起源沉迷 可是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 中国宣布准备对疫情初期武汉血库的 20万份血液样品进行检测 作为调查新冠起源的一部分 检测这些样本能获得哪些关键的资讯 检测结果的可信度如何 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博士 来分析和点评 黄炎中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不客气 那首先这批20万份的血液样本 是在中国报告第一例新冠病例的两个月前 武汉捐血者的血液样品 中国说呢 这批样本在保留了两年后 要扔掉之前要对其进行检测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准备检测 为什么在2021年初 世卫调查小组没有获得检测这批血液呢 我实际上在就是当初世卫小组到中国之后 他们在3月30号跟中国的一个联合调查组 发表了一个报告 当时就呼吁要对这个 在这个2019年12月武汉爆发疫情之前 在武汉收集的这个线血样本要进行研究 而且呢当时据说 第4月份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就是当时中国科学家也是认同了这样一种看法 所以说是在3、4月份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就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而且中国也表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当然就是说 所以现在的这个决定 只不过是稍微晚了一点 但是是以前的 这个 响应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呼吁 所做的一个决定 那这批血液样本能够提供哪些关键的资讯呢 能不能解开病毒起源之名 通常一般来说 科学家好像基本上都认为 这个研究在病毒爆发以前的 这些血液样本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 它可以确定新冠疫情 它传播的方式和时间 比方说 现在我们知道武汉第一例的病毒出现的 这个得到确诊的时间是12月8号 因为这个血液它是10月到12月份之间的 所以如果在10月份的能够发现了 在这个血液中发现了这个新冠病毒的抗体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毒在传播的时间 就可以推往前继续往前推到10月份 而且呢如果还可以甚至进一步向前追溯 直到就是获得连续两个月 没有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特性抗体出现的这个迹象 那么比如说如果往前推到就是8月份 说8月份之前的两个月 就是8月份到这个10月份之间 就是说没有出任何这个抗体出现的这个迹象 那么你就可以说差不多这个是10月份开始了 所以说第一个是对时间上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第二个呢还可以就是说确定 新冠疫情开始传播的这个方式 特别是取决于你在谁身上发现了这个抗体 根据他的职业 根据他的这个活动的时间 出的去了哪些地方 比如说这个华南 有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这些地方甚至都可以就是知道更多的信息 能够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样开始爆发和传播的 那有分析指出说这批血液是捐献者的血液 那捐献者是都是健康的人或者是没有症状的人 那您认为这批血液样本它这个有多大的价值呢 因为这个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有用的信息 当然就是取决于就是第一个是血库 储存的样本的数量 现在是说最多可能有20万本 这万份但是不一定 我想数字应该会少于这个 因为这个20万份是就是说每年大概估计 在武汉学业中心这个捐赠血 捐血就献血的成年人的数量 所以说肯定不应该会超过20万人 第二个呢它也取决于你这个获得的这个样本 多大的有多大程度上是有效 因为我们这谈到的这个现学者 通常他是成年人 而且他应该是比较健康的 这样子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就是就不可能就是说 是你得过新冠 然后出现症状的人 就不可能进入这个样本 所以说最多就只能可能是那些就是 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无症状患者 他们就说可能就是说在现学的时候 因为没有检测出来 所以这一部分就是抗体 希望还能够检测出来 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已经就是从 即使从2019年10月份12月份开始 差不多也已经过两年了 那么我们知道抗体本身 它是随着时间推迟 它都在衰减的过程当中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打了疫苗之后 还会要有加强针吧 因为抗体它不可能一直保持那么高的水准 所以说现在过了两年 也不清楚是不是能够 还能够就是说有效的 能够检测到就是抗体 就是或者多大程度能够有效的检测抗体 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中方呢 表示说是由这个中国的科学家 来检测这些样本 然后把结果告诉外国专家 那您认为这个检测的结果可信度有多大 能不能说服国际社会 当然我们毫不怀疑就是中国科学家 有这个能力就是检测 这个从这个血液中检测抗体 就是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就是说现在在疫情的溯源问题 变得这么政治化 这个中方就中外双方都缺乏互信的这样一种前提之下 就是即使是中国科学家做出了 就是这个他们的结果是完全上的科学方做出来 那可能可能还会有人出来说这个不可信 所以说如果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中国要取信世界 最好就是说让有这个外国科学家 也能够就是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中过来 因为本身这件事情溯源这个问题呢 就需要中外科学家进行合作了 而且将来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不光是在中国 也其他国家如果也要做同样的 现在实际上意大利以前就开始做到这方面 美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学业样本的这个研究 从中希望能够寻找做新冠疫情爆发的线索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中国科学家也可以参与到 他们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 总体来说我觉得合作还是一个最终 能够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爆发 就是它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 时间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合作实际上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那有科学家提出说把这批血液样本 送到一个中立国家 由国际科学家共同来研究 您认为这可行吗 不过这是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问题就在于这里面涉及到一系列的 就是说这种谈判啊 就是说这个我们外交方的谈判 还有这种后勤上各方面的安排 那这个问题就在于现在就是说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抗体就血液 它本身已经放在超过快两年了 那抗体在快速衰减当中 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寻溯源的这个 从生物学上来讲 它的这个窗口期已经在迅速关闭当中 前天八月下旬的时候 参加就是溯源就到中国去的这四位 十一位扣血家发表的 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就明确就是呼吁 现在就是说是时不我待的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在就是说很多的事情上 在就是如果你也考虑 还要外交谈判 还要有后勤上的这种 找到一个合适的国家 然而后勤上的问题解决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说 时间又会往前往后再推 美国总统拜登九月份和习近平二度通话 也再一次提到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 他呼吁要增加透明度 那外界有观察人士解读说 中国这次宣布准备检测 这个二十万份的税月样本 是做出了一个让步 有意要缓和美中之间的关系 您怎么看这种解读呢 我欠过刚才说的 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 就在四月份的时候 中国科学家也就是对 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家 就是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检测 就是武汉收集的血样 这样的一个要求 它是还是很积极的一个反应 所以说这个 从这个决定本身来说 并不是太让人惊讶 但是就是说也比较 可能这个时机吧 也许正好是跟这个拜登 跟习近平主席通话之后 那么也可能会被理解为一个 就是中国在这方面改进透明度 就是一个增加国际合作 这方面做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尝试 那您认为这个世卫调查小组 可不可能第二度再进驻中国进行调查 您觉得这个前景如何 目前来说前景非常的不明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实际上 现在就是说疫情溯源问题 就陷入了一个僵局 就是说对于世界卫生组织 它提出了第二阶段 溯源的一个方案 还是要到中国去进行调查 但是呢就是中国官方的说法 基本上是说 你这个已经在我们这做调查了 一月份已经做出了结论 而且这个是个权威的结论 那么你现在就要做 这不是就等于就是推翻原来的这个结论吗 那么这个就是说中方就觉得难以接受 另外呢就是还提出来 就是说你这个溯源也不能够光盯着中国 因为考虑到这个实际 特别是像比如说意大利这些国家 他们这个发现可能这个病毒 在九月份在意大利就可以有发现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说 我们也应该倒考虑到其他国家去进行溯源 为什么指定了中国 所以这一项来说 就是实际上还是需要就是更多的 就是双方进行这个协调 做出双方可能都要各退一步吧 非常感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 黄炎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 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后疫情时代 全球最安全的城市有哪些 如何减轻新发传染病对城市的冲击 请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 封城禁运停航 新冠疫情给全球 特别是大城市带来巨大的冲击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经济学人智库发表的2021年安全城市指数 对全球60个城市进行评比 今年把应对新冠疫情和新冠死亡率也列为主要衡量指标之一 被列为后疫情时代最安全的五座城市 是哥本哈根 多伦多 新加坡 悉尼和东京 那这些城市为什么会被列为最安全的城市 他们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做到了什么 如何增强城市安全 减轻突发性公共卫生灾难带来的冲击 今天我们邀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 王培中来分析和点评 王教授非常高兴请到您来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你跟大家交流 谢谢 王教授 那首先请您介绍一下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这个机构和2021年安全城市指标 它的打分的这个指标和排名的意义是什么 好的 这个经济学人智库实际是经济学人集团 下面一个分析的一个机构 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形势政策等等做评估 因为它是一个老牌的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机构 所以它每次出的结果非常受重视 其他的评估很多 大家今天讨论的是这个城市安全 我们现在知道人类社会 现在我们从这么长的人类历史慢慢长城市转移 拿北美来说吧 现在80%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 欧洲已经超过了75% 所以对这个城市安全指数的评估 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对人类生活环境总体的一个评估 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基于这方面考虑的 它用的指标也是比较客观的 以前用的指标包括个人安全 包括健康安全 包括城市措施的安全 就是城市infrastructure 就是城市的设备的设施的安全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叫网络安全 或者叫数字安全 鉴于目前的这个地球暖化全球暖化这些情况 今天又把环境这份加在里边 所以它有五个大类 在每个大类里边都具体的小的指标 整个加起来一共的这次使用了76个指标 所以是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 它的意义来讲 我觉得来讲非常重大 除了评估这个城市本身以外 就是反映了哪一类的城市最适合于人类居住 如果出现未来的危机 是否是能够面对 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新冠大流行还在流行 实际这个实际为城市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打风卡 一方面反映了得分比较高的城市 他们哪方面做得好 得分比较差的城市 哪方面需要改进 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 从这些角度都是做一个非常好的全面的反应 我就算是 那王教授 您所在的城市多伦多被经济学人智库 列为是后一时代全球最安全城市的第二名 那多伦多有哪些超越其他城市的优势 您如何评价多伦多的公共卫生系统 以及是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呢 其实我先说我个人 我在多伦多生活了将近30年了 所以多伦多配评为第二名了 我也很高兴 但是呢 多伦多这个城市呢 在过去三次评估 25年 15年 17年跟19年 都在前七名当中 实际上 得分本来就很高的 说这次呢 得到第二呢 也不奇怪 我觉得是实至名归 其实跟哥本哈根呢 就差了很小的一点分数 作为多伦多的优势呢 我觉得来讲呢 它从几个方面的 三个方面 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呢 它是一个自然的环境的优势 加拿大整个来讲的地大物博 可以说人口的密度不是特别大 这来讲它这个自然环境的优势 就是很自然就在那摆着了 特别今年又有这个大分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多伦多有社会这个优势 社会优势呢 法治完全社会公正 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 第三个 是有一个人文的优势 人文优势呢 这个多伦多这个社会呢 非常包容 各族裔的人 能够和谐地居住在一起 大家跟民众 对政府和政府的关系 从来没有很严重的对立过 所以大家的配合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城市呢 包括这个和谐 包括自然环境 包括这个法治的完善 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从各方面的指标来讲呢 反应来讲 确实它得到第二 得到第一都是应该的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评比当中啊 把对新 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和准备的这个程度 也列为指标 那您认为这个多伦多在公共卫生系统方面 有哪些过程之处 对 客观地讲呢 这个加拿大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受害是比较大的 在事件排名当中是 怎么算都是比较靠前的 我们现在病例呢 大概一整个人一百七十万 死亡人数超过两万多 加拿大呢 人口并不是很大 这个呢 它初期呢 有了很多失误 但是呢 后期呢 做了这个政策调整 现在的拿 如果拿累计发病率 就每百万人 或者每千人当中发病呢 其实跟哥本哈根非常接近的 但是呢 比美国呢 大概低了三倍 但比亚洲一些国家 比如日本来讲 又高了三倍 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疫情的前期呢 实际上呢 第一是重视不够 但是后期来讲 还有资源不足 后期来讲 它的优势体现在 三级政府 国家政府 联邦政府 市政府 密配合度非常非常高 是非常好的 另外来讲 民众的响应程度非常高 再有一个呢 政府透明度非常高 省长 市长 每天给大家公布 消息 政府出来的消息 大家都是几乎说一说百分之百的相信 没有什么怀疑的 这跟其他国家来讲不一样 我想美国怀疑比较多 中国怀疑比较多 所以这方面呢 优势呢 是非常明显的 我说透明 资助是一个方面 自然环境是一方面 另外印度方面呢 专家呢 起了很大的作用 政府可以说 基本就是听专家的 作为城市来讲 多伦多这个城市 由于体制的问题 它本身控制 面对疫情的权限非常小 控制疫情是省里来做的 它是呢 跟省里的配合度非常高 比如开这个检测试点的 这些东西可以做 甚至我们可以 到了敲门入户 接种疫苗这种程度 而且大家呢 配合非常好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呢 疫情来讲 有过也有得 但是呢 我们的从这个过程当中 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现在加拿大是 从疫情来讲 非常控制比较好多国家 另外呢 也是呢 就是将来来讲呢 也是大家比较能够放心 能够来的地方 所以就是不是 那个官僚化的程度非常低 那城市化 现在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中国社科院在2020年8月的 一份报告说 预计到2025年 中国城市化将达到65.5% 那为什么说城市化 加剧了新发传染病 发生的危险呢 那这次的疫情给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 带来严重的打击 反映出这个城市建设中 有哪些潜在的问题 确实是 因为新冠疫情 新冠的是 通过呼吸道来传播的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没有人 与人之间的接触 这个疾病不可能传播 当人口都集中在大城市里 我们工作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这样自然就产生了一个传播机会 所以现在多伦多呢 就是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市中心的规模比较大 大家都住在这个 Building里边 出现了许多问题 我们这个为了减少这个呢 他就鼓励大家在家里工作 干脆就不出门 有些人呢 我们这里有很多 有Cottage 有这小的这个野外的别墅 就搬到那里去做 所以将来来讲 城市规划来讲 这个人口的密度 当然有适当的来讲 另外在人口密度 适当的情况之下 如何保持能有效的 我们需要控制的时候 能够非药物性的 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 那个传播 这来讲呢 就包括建筑方面 另外个人的保护方面 另外的交通方面 都是有要求的 我们多伦多地铁呢 就是疫情高发的时候呢 它就限制了人数 我们有个监察员 去到之后 人数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这方面呢 还是应对的比较好的 从人性化角度来讲 做的比较好 从科学性做的比较好 大家服从做的比较好 所以疫情呢 能够得到了相对的 比较好的控制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亚洲 美洲 欧洲的 很多国家人口老龄化 那要怎么样就是关注好 幼儿和老年人这些弱势群体 而不是说最关注的是那些 推动经济的人口 尤其是在这个公共卫生方面 您有什么这个建议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是全球各个行业都在关注的 如果大家读这个城市安全指数报告的话 就能看到了 包括哥本哈根的市长 包括多伦多的市长 都提到这个问题 我先分享他们提的观点 所以当问到有什么不足的情况的时候 哥本哈根市长说 我们一定要注意弱势人群 特别是青少年 我们提供很好的资源 提供很好的机会 我们这样就大大减少了 或者避免了很多罪犯 这样来讲 避免的 朝这方面来讲 减少了将来的问题 所以多伦多也一样 多伦多市长谈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 怎么如何照顾弱势人群 所以呢 这方面都是共同的这个问题 多伦多这次呢 也从这个疫情当中学到了教训 我们多伦多的老年院系统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以前房间的人数多 护工不够 然后揉了感染之间 隔离不够到位 所以现在来讲呢 把这个老年院呢 改善的来讲 在这方面都加强了 新建的老年院来讲 都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怎么能够保证 每个老人有自己的空间 老人跟护工的比例 达到什么程度 虽然需要投资 我觉得这些投资呢 是值得的 多伦多目前的这方面的 包括教训 以前的教训 跟现在的经验来讲呢 都应该呢 可以供其他城市 作为一个借鉴 还有就是这个 经济学人 2021年安全城市指数 把中国的指标 城市上海和北京 分别列为了30名和36名 那您认为 这些指标性的大城市 是要怎么样来加强公共卫生建设 来增强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能力呢 所以这次排名呢 北京上海的30几名 我也都看到了 但是从乐观角度的两个角呢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拍到中间的位置就算是 但是从这个 如果看指标这方面呢 得分比较低的几个指标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个Digital这个网络 这个数字化这方面 得分比较低 另外呢 还有一个环境这方面 得分比较低 还有健康安全这方面呢 也相对不是特别的高 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我感觉 但是像你说的这个 从公共卫生学 中共卫生学角度来讲 中国面临的挑战很多 以前尽管以前取得成就很大 挑战很多 我们今天呢 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分享 刚刚提到老龄化的一个问题 包括现在医疗资源不够 另外在不够的情况之下 分布呢 还是非常不均衡的 所以大家都能体验到 就是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 你的家庭情况 你的家庭背景是什么 直接影响 你能不能看病 能不能付不起钱 等等 中国差距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国这个差距 没有变小 过去几十年呢 越来越大 这也正是呢 就是西方一些城市呢 这方面做的目前来讲 比中国呢 要好 比如说哥本哈根 市长他就提到了 你来到我们这里 你能看到 这个CEO的 CEO可以跟清洁工 去同一个商店 CEO的孩子 跟清洁工的孩子 去同一个学校 去同一个学校 我们可以呢 就是在一起 住在一个社区里边 这方面就是我们应该 这个努力的目标 社会的基层呢 不应该 社会基层的差别呢 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大 我觉得是中国现在来讲 是严重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 在应对这个疾病方面啊 在初次 疾病初次爆发的时候 这个及时的 这个反应至关重要 那从这次疫情初期 中国的这个预警系统方面 我们可以学到一些 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要怎么样来改进 我们说好这个方面 先说好例 中国来讲呢 这个最初的报告 还是比较早的 从1月份开始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呢 1月31号宣布呢 作为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 这是大的宏观的来讲 然后西方国家 整个世界来讲 反应非常弹幕 当时的病例 大家回忆一下 只有亚洲有限的 几个地方有病例 这个我不能说 就是中国没有问题 中国问题依旧是很多的 我觉得来讲呢 这个透明度低 透明度低呢 就导致来讲 有些信息呢 不能直接的 很快的传播出来 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 透明度低的情况 观众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 所以好多发出来的消息 民众本身就怀疑 这样来讲呢 导致了这个谣言啊 谎言的各种来讲 都是这个传播的 非常厉害 另外一个来讲呢 行政管理 中国有中国的优势 它管理起来比较容易 控制起来比较容易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 科学家来讲 自由度要低一些 所以有些发言呢 讲话来讲呢 好像来讲自己没有 就不能决定 是不是能够说出来 立班来讲呢 都有个正常的途径 就是通过上级部门批准 这样来讲呢 影响到了 这个消息的 及时的这个传递 这一对呢 最初的预警呢 某种程度上 产生了一下影响 我想呢 中国呢 应该呢 在这方面的 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在这方面做更好的改进 非常感谢王教授 那非常感谢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流行病学教授 王培中的分析和点评 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一 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 我是彦凡 下次节目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